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說幾個重點 我是350台灣的代表,我叫張良英 其實我們在巴黎協定剛接訂之後 我們世界的政府決定要從2度C邁上1.5度C 但是台灣的候選人目前這件事情都還沒有直接回應 就連蔡英文她昨天在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的時候 都還沒有明確講出要怎麼樣去轉型去處理空汙 還有我們能源轉型跟用電靈成長的部分 在巴黎協定剛簽訂的時候 全世界已經有3兆4千億美金的轉投資 從化石燃料從石化業轉投資在這次能源 那台灣呢?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面對空汙的問題之外 我們能源的問題要如何處理 我們石化業要如何處理 希望總統候選人都能夠對此做一個回應 在禮拜六的時候12月26號下午1點 我們會有各個大隊一起加入我們 然後會有空汙的大遊行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陳英帆 代表跟我們說青年對這件事情發表的意見 大家好我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陳英帆 那我們青年也會在12月26號加入我們的空汙大遊行 那現在空汙問題這麼嚴重 其實總歸而言就是我們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也是非常的嚴重 那化石燃料不斷對我們的健康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而且呢也對氣候變遷產生非常嚴重的危害 而這兩個都是對我們台灣未來非常擔憂的危機 那剛結束的巴黎氣候峰會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各國政府都有提出大家的自主的減碳的承諾 那台灣當然也提出來了 不過其實總歸而言看台灣現在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 其實還蠻懷疑能不能夠在我們2050年之前 就是整個之前達到就是環保署所謂想要的他們的減碳的承諾 那這個化石燃料呢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補貼 那這個補貼呢不但是危害了我們的健康 而且呢讓我們是一個阻礙我們能源轉型的一個關鍵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呢應該要直接的立刻站出來 不但是反對空污也要反對我們的對抗我們的氣有變遷 那很希望大家能夠來1月26號12月26號的反空污遊行 因為這對我們下一代來說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也是我們現在應該要所要改變的事情 好那我們謝謝陳英帆 那下一個是請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楊博士 楊博士 楊博士 楊博士是一直長年來在PM2.5裡面的專家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個我們今天我們帶來了不只是有一個巨大的會場 而且我們也帶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口罩 這個大概是歷史上我們世界歷史上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口罩 那是真的口罩才是做成的 那我們因為台灣的空氣這麼髒 那所以我們也要在1226那天要幫總統府戴上一個口罩 我們要幫總統府戴上口罩 因為我們空氣的汙染一定裡面有重淨土有一些自來物 那會讓人特別是小孩子成長的過程裡面 他的自力的發展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那我是用這張圖來代表說 我們一直在想說台灣的空氣究竟是怎麼樣 那各位可以從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這個世界各城市 這邊有1500多個城市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台灣從這個台北市 新北市、台中、桃園、高雄、台南都一樣 都是排在末端端裡面 就是說比先進國家差了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日本的首都東京 在這幾年來都已經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建議的標準就是PM10 PM10也是一級自來物 這個室外空氣汙染都是一級自來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台北市的空氣汙染 事實上是世界衛生組織的 也是比如說主要世界、主要這個國家的城市 比如那個美國像跨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 我們都比他數倍 我們這個2到3倍這樣一個程度 那我另外一張圖 那個可以可以看到 這個台北市 如果你從1998年 那個20多年前 這個是差不多是16年前開始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16年前1998的時候 台北市事實上是跟東京的PM10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20年來我們台灣主政者 我們地方政府在規劃都市的交通跟能源 跟各樣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像先進國家一樣 在過去這個將近20年的時間 沒有辦法跟他們一樣 5年的一個空氣汙染下降下來 這張圖你可以看到雙北市 台北市到去年為止 是東京的2.4倍 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2.4倍 新北市也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看 比如說 來下一張 來 像桃園市也是一樣 那接著下一張 這是桃園市的 這是我們在南邊一點的六度之一 那在台中市更是如此 在台中市大離是東京的三倍 所以我們這些主政者不只是要在政治上有所 看起來有所作為 還要真正照顧這些我們台灣人品的健康 像各位可以看到東京逐年的不斷的下降 各國也都是主要的城市也是如此 現在很多年前 20年前我們都是有空屋的 我現在在比較 我們從這個20年前 17年來 比如說台中至少落後的20年 每個國家的主政者有這樣的先見 有這樣的意識 要讓他的國民一定要呼吸到健康 不只經濟的發展 還要人民有健康的身體 好 那另外我們最近把這三年來 我們終於等了三年有一個法規的手動值 可以讓評估我們的三級空品區 是哪些地方不合標準呢 各位可以看到 從以前的我們以PM10 我們過去只有PM10的標準 過去在中南部是不達標的三級空品區 空置品質區 那我們如果依據到年底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合乎標準的只剩下是花蓮跟台東 連台北地區的後花園 伊蘭也一樣淪為三級空品區了 那最近 美國環保組根據每五年 就要檢討它的 它的空氣品質標準 那美國也在今年的10月 就加延它的臭氧 那如果我們用臭氧的 這個美國最新的這樣 能夠保障國民健康的這樣一個標準 來看我們去年的2014年的臺灣受氧標準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只剩下花蓮台東合乎標準而已 所以我們要非常努力努力的 來照顧我們國民的健康 那我們一二二六 一二二六 這個禮拜六要呼籲 我們全民一定要站出來 告訴我們政府 在推動各樣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要努力發展 讓我們規劃城市 然後規劃我們能源政策 讓我們能夠跟世界各國一樣 能夠在呼吸空氣的這個健康上 能夠跟世界是一致的 台北落後十多年快二十年 其他中南部的縣市更是如此 我們要非常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楊博士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 我們要邀請的是 台灣親子共學團的北區的領隊 大家好 我有兩個寶貝女兒 生下他們後 我只有一個簡單的願望 就是希望他們能再孕育我成長的 這塊土地 平安快樂的長大 老大出生後兩年 在老婆的支持下 我辭掉工作自己帶孩子 是想給孩子一個有父親陪伴的童年 到了上學的年齡 我仍然陪得差 結合一群父母 以台灣各地為教室 努力摸索著從未消失 卻又模糊的在地文化 那是為了重新建立被教育體制 摧毀殆盡的學習自信 現在 我連帶著他們出門都要擔心 今天適不適合外出 他們是不是 暴露在危險的指暴裡 我才驚覺 這個美麗的家 已經越來越不安全 所以 我選擇站出來捍衛我的孩子 在這塊土地 平安 長大的權利 現在的政府 太過於依賴財團 因此 和人民有關的事情 常常被草率的決定 甚至犧牲 所以公民意識必須覺醒 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所處的位置出發 將公民的聲音表達出來 我們並非反對經濟發展 而是希望 在經濟發展之前 必須將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的環境 放在首要的考量和保護 不再是用生命來承受這必然的代價 我們可以為孩子篩選有毒的食物 但是 當空氣有毒 孩子怎麼能不呼吸呢 我們渴望能夠深呼吸 也讓我們好好思考 要留下什麼環境給下一代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在這裡誠摯的邀請 所有的親子家庭 12月26日星期六 下午一點在環保署門口 讓我們一起攜手 為自己 也為我們的孩子 對未來的乾淨空氣 盡一份心力 謝謝 12月26號下午一點 全國反空污抗暖化大遊行 接下來我們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的 張旭正理事長也來到現場 然後跟我們說他們要如何 在12月26號時候加入我們的反空污大遊行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正 那我們全國教師公會全教總 已經成為1226反空污大遊行的主辦單位 我們也已經發了電子報 希望所有的老師 能夠在1226的時候呢 一起到海道前 一起到環保署前 來參加我們的反空污大遊行 我想空氣品質不好 我們每個人都受害 以我為例 我就是一個氣喘過敏的患者 那當然有人會說我的體質很特殊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這都是空氣的問題 因為我在78年到80年之間 到金門去當兵的時候 金門失去很重 可是那時候金門空氣很乾淨 我在那邊當兵兩年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一回到台灣 我的氣喘過敏馬上就換了 現在我全家四口 都是氣喘過敏的患者 每個月都要固定去做減敏治療 這個就是空氣對我們的危害 那麼回到學校 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的學校 在升所謂的空污旗 但是我們知道 有很多學校每天都在升空污旗 因為他們每天所處的環境 空氣都非常的髒 但是空污旗每天都在升 又能怎麼辦呢 學生每天還是去吸那個非常髒的空氣 老師每天還是處在對身體健康有害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正式的要求 我們的政府一定要重視我們的空污問題 要確保我們下一代的健康與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提出幾個具體的呼籲 第一個 每個在都市裡面的學校 或者在每個學校 他都應該要裝有空氣的監測器 那麼第二 第一個 當這個空氣監測的品質 達到有害標準的時候呢 學校就要告誡同學 盡量的不要做戶外的活動 第三 我們也呼籲政府每一間教室 尤其在那些空污比較嚴重的環境 每間教室都應該要加裝空氣力進去 我們知道這樣的效果非常有限 但是至少讓我們開始來為我們下一代的健康 開始努力吧 謝謝大家 所以請大家12月26號的時候 全國反空烏烏抗暖化大遊行 接下來就是要請張淑芬 然後也是我們這次的團體代表 然後跟我們說這次的 路徑跟大隊要怎麼樣去做區分 那大家如何加入 我們請淑芬 大家好齁 因為今天早上 就是肺脹從ICU加護病人跑出來 他也要申訴這個問題 因為後來他一出來這個 接受了台灣的空污的問題之後 埋害他馬上癱軟在地上 馬上肺脹馬上就受不了 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我那天遊行的時候 我會帶氧氣筒來 希望他撐著 因為他從我們人體跳出來 來控制 說台灣的空污埋害太嚴重了 所以那天那天 我們會幫忙預備了氧氣筒 因為他他真的在控制 他從ICU加護病人跳得出來 然後我希望 我們政府 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台灣不是只有選舉 不是台灣不是只有選舉 不要再選擇選舉 保護自己別人的健康 選舉不是對自然 又不是政府的全部 人民的健康才是政府的全部 財產 我希望我們的 張格成本候選人 朱立倫 蔡英雯 孫草雲 我們那天12月26號 我們盡在邀請你 我們不見不散 好接下來我們有分 第一大隊 我們的第一大隊 就是我們的 中災區 北中南 全部的中災區 甚至中南部的居民 神社其他的 我也是中災區的災民 我希望 我們都會站出來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是第一大隊 因為第一大隊他是中災區 第二大隊 我們站著的第二大隊是 教育 親子 因為媽媽來了 也受不了了 然後還有我們的 教育親子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 藝人隊的 第三大隊 是NGO的團體 關心我們台灣環境 甚至關心地球的 一些環島團體 甚至有其他的團體 我們都歡迎來加入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其實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們在這個大隊裡面 我們有一個每個大隊的代表 重災區的代表 嘉義市的市長 他本身是個醫師 他覺得這個 這個非常的嚴重 而且嘉義市也是重災區 還有 集中災區 集中災區的政長 突行者或者集中災區的政長 他們會在第一大隊 帶領著大家 他要來代表中南部的災民 跟我們的政府說 我們國人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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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的孩子 市裡面的孩子 正受著威脅 健康的威脅 第二大隊是教育隊 教育隊的代表 是 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就是我們的中原院前院長 李衍澤 博士 他80歲了 他的人生的第一次的大遊行 他貢獻了給台灣的反礦污大遊行 我真的非常感動 他說他要講全程 因為我在中興大學聽過他的演講 他告訴我說 台灣現在面對的是空污的問題 排炭的問題 所以我就他也希望政府有機制 我希望 他由他的帶領之下 甚至我想他是一個專家 他是一個科學家 我想應該是最適合代表的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我們就是有我們的 NGO跟政黨的大隊 政黨的大隊 我們的政黨大隊 心理不是只有所舉的話 心理要上來 不要那個 那個地方要各式 然後那邊的災民就說 啊 我們還是 留下來這邊 我希望我們台北市民 也站出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是中南部的媽媽 台中火力發電話說我是 南電北上的時候 當你們想用電的時候 中南部的人民 正在受到空氣 健康正受到威脅 我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站出來 台北市是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政府不能無能道理 中南部的工業的問題 沒辦法處理 台北市的交通也無法處理的時候 就真的是個無能的政府了 所以等一下會有個儀式 會幫我們政府戴口罩 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因為總統府裡面的總統 我怕他吸了太多PN2.5之後 腦筋混亂了 搞不清楚了 人啊 我還是講那一句話 耶穌說 全世界賠上的性命是不值得的 全世界賠上的性命是不值得的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行程運用 請大家繼續連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政府 他看到很多人才會害怕 我們就跟他講到底他是沒辦法的 因為他只為了選票啊 所以我們那個連署就代表我們的選票 我們要代表2,300萬人民 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們1月16日和新的總統 幹部他說 我們要健康 我們要要乾淨的空氣 因為食物你可以挑選 空氣你能到學嗎 你能到每個人都帶著氧氣筒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好 那我們最後一位是請我們的中越 代表我們的大隊裡面 然後他是來自地球公民基金會 跟我們說明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華東辦公室的蔡中越 那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我們下午1點 在環保署前集合 分成4個大隊 那剛剛蘇芬有說明過 那我們在集合地點是環保署的門口前面的人行道 一直延伸到愛國西路 那所以歡迎所有的不管是 那我們在第一大隊會有中南部的載民來到 來到台北這樣子 目前大概有十幾台的遊覽車至少 他們各縣市會有發車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可以上這個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網站上面 有把每一個地方發車的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在網站上面都有做個說明 那第二大隊是由親子、藝文 還有教育的大隊 那這個大隊基本上是以學生跟家庭為主 那所以歡迎爸爸媽媽 請記得幫小朋友也戴上口罩之後再上街 因為其實台北市的空氣污染問題 以道路的陽城為主要的一個污染源 那第三大隊是由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以及NGO組織一起組成的 那我們其實在之前的新聞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空污止暴 基本上無分南北 就是台灣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有空污的問題 除了花東因為有這個中央山脈擋住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也相信 其實在台北市有一樣都有空氣污染的問題 而且我們其實台北市的埋害也日漸嚴重 所以我們邀請所有是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為了自己的健康一起上到街頭來 因為我們相信 要改變空氣污染這件事情 除了自己做好防範之外 從源頭上面需要有政府的政策來做一些調整 第四大隊是政黨大隊 我們邀請所有的政黨 無分哪一個黨派 無分你要不要選舉 都可以來 那我們在現場呢 會有來自台中的大開劇團 有一個年輕人為主的一個劇團 他們會有空污的行動劇 在一點到兩點的時候 會在環保署前進行一些活動 我們預計到三點半的時候 會到凱達格蘭大道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幫我們傳遞訊息 請幫我們傳遞一點在環保署前集合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想要走路的話 三點半在凱達格蘭大道 我們會進行一個集會的活動 有邀請一些中南部對於空污很關心的樂團朋友 劇團朋友還有各地的代表 會在凱到這個地方 說明我們這一次整個反空污遊行的訴求 所以特別邀請大家 如果願意的話 其實不管是台北市的市民 或者是你家裡其實就是在中南部 也是這個空污的重災區 都可以一起上凱道來 因為我們相信從政策端 因為政府對於PM2.5的方法 是叫大家不要開車 不要去看球賽 不要參加路跑 在空污嚴重的時候 就盡量減少戶外的出門 可是從來沒有提到要如何從源頭來做管理 我們對於整個整體排碳的目標 在這個COP21的會議當中 其實都承諾得不夠詳細 也沒有達到具體的做法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求政府 不管是在空污 在抗暖化的部分 都要拿出具體的政策 我們這次有提出五點的訴求 那在新聞資料上面都有寫 之前我們開的機場記者會有跟大家說明 所以就不再詳述 所以邀請大家下午1點在環保署前集合 3點半在凱道會有集會的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上街頭 反空污謝謝 所以12月26號下午1點 反空污在環保署前面 那接下來最後是原本有邀請的是游藝 是松菸公園催生聯盟的召集人 那我們也請大口罩到前面來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送醫護處跟我們北部的這些 其實對於空污的問題 我們其實台北也是很嚴重的 然後再加上其實現在暖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是全力聲援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也是盡量邀請我們北部地區的朋友 禮拜六可以一起來參加這個遊行活動 那我們在這邊要提的是 我相信大家這幾天也都感受得到 包括像現在 我們在冬天、冬至的隔天 我們還可以穿著短袖的T恤在台北街頭 還要熱到準備要流汗 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回想一下 我手上這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7年出來的 2007年 現在書裡面所有發生的事情 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持續惡化 我們有解決過這樣 我們有努力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嗎 這個 國會面對的真相出來以後 我們的政府馬上就丟了一個 台灣的一個國家的減碳的一個計畫 一個目標 所以在2015年也就是今年 我們台灣的碳排放量 要降到2005年的標準 結果後面是每一年上升 我們的政府不斷的發展重工業 這些高污染的工業 這些高碳排放的工業 然後卻去抵制這些相關的綠色能源 或是相關的能源轉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個 我們台灣政府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用一個出一支水 的方式在處理 像這次的氣候變遷會議結束以後 我們的台灣政府 我們又再丟了一個減碳的目標出來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請你們不要再用嘴巴減碳了 我們呼籲我們的政府應該要用 實際的動作來進行減碳 減碳的工作 包括這些燃煤電廠 或是這些相關的大型的工業設施 他們的這些減碳的措施應該要去做到 而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定一個目標 放在那裡 好像我們台灣已經對這個地球盡力了一樣 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呼籲我們的政府 我們也呼籲我們的人民 去面對這個暖化的問題 去面對這個空氣污染問題 因為這關係到下一代的生存權益 難道我們要讓每一個孩子 我們現在站的每一個孩子 未來每天都要戴著防毒面具上街嗎 戴著防毒面具上學 戴著防毒面具上體育課 還是所有的人全部都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關在教室裡面 然後氣密窗全部關起來 然後整天要開空氣清淨機 我們要給孩子怎麼樣的生活環境 我們真的呼籲家長 呼籲所有的朋友 禮拜六下午一點 我們大家在環保署前面一起走到凱道來 我們真的不要再讓這個地球繼續熱下去 我們真的不要再讓我們的未來的口罩 這個大口罩現在可能還有一點效果 可是以後是沒有用的 因為空氣只會越來越堵 我們真的呼籲我們大家一起站出來 不要再默示這件事情了 禮拜六請大家一起到環保署集合 那天可以不要逛百貨 那天可以不要去逛街 我們大家就一起走出來 告訴我們的政府 我們人民的決心 謝謝 好 那我們最後跟大家一起喊口號 那我們就喊1226 反空污大遊行 然後給總統府戴口罩 好 123一起喊 123 1226 全國污大遊行 給總統府戴口罩 我們再一次喊 123 1226 反空污大遊行 給總統府戴口罩 好 我們再最後一次喊 如果還有手可以伸出手來 然後邀請大家喊 123 1226 全國污大遊行 全國污大遊行 給總統府戴口罩 好 再一次喊 1226 反空污大遊行 給總統府戴口罩 好 好 十二 那我們請大家戴口罩 請大家戴口罩 等於複雜桃 先請 口罩的旁邊 然後大家往中間移 往前面一點 往前面一點 大家站在口跳旁邊 人往右手邊 人往右手邊 人往左邊 我們那個肺臟前面的人 往你的右手邊移動 然後在那個口罩後面 不要把它舉起來 因為會擋到總統府 好不好 這樣畫面看起來是不是OK嗎 前面這邊可以坐一些人 好 來來來來 前面坐地上嗎 坐圖片比較快 好 我們坐圖片 這樣畫面應該不可以 還要瞧不 這樣啦 好來 好來 一二二六反空污大遊行 一二二六反空污大遊行 幫總統府戴口罩 幫總統府戴口罩 一二二六反空污大遊行 一二二六反空污大遊行 下午一點環保署見 下午一點環保署見 萬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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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反空污 全國反空污 萬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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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反空污 萬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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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阿伯 拜託耶 這畫面太好了啦 1226反空屋大遊行 1226反空屋大遊行 幫總統府戴口罩 1226反空屋大遊行 1226反空屋大遊行 幫總統府戴口罩 1226反空屋大遊行 1226反空屋大遊行 下午1點環保暑見 下午1點環保暑見 萬人戴口罩 萬人戴口罩 全國反空屋 全國反空屋 萬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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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街頭 一起上街頭 可以了嗎 可以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東西搜一搜 好 那我們東西搜一搜 我們11點 第九公民見 要開會 找到 然後 最好 沒 打開會